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李宗盛 让我拨出乌云密布 祝死马迹被我记录 潮起潮落起起伏伏 世间万无为我庇护 杀草好异 对手脚力 尖人安器 令划暴律 成煎出恶 出江湖落 人员情仇 江湖道义 走过道山火海龙汤湖血 黑黑風到我的光芒照亮了午夜 真相的火焰在我腦海浮現 陰謀歸計無法左右我的主見 任我一早一世刀光電影現神通 粗暴安良為國為民我在下個夢 與你道不通把我傷不動 笑傲江湖像令狐中 讓我鬧天空像孫悟空 小龍虎毫無功 刀尖在我手無愧於天地 長生為我救守護江山反壁 為瞎著大修煉在復復之下 復復是我平馬不屬我的部下 江湖之大 要學會放得下 沒所說的就是你是我的你願啊 為瞎著大修煉在復復之下 復復是我平馬不屬我的部下 江湖之大 要學會放得下 沒所說的就是你是我的你願啊 當我翻開歷史書的這一頁 勢必揭開隱藏著的這一切 當我翻開歷史書的這一頁 勢必揭開隱藏著的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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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修 大理寺再次辦案 我看誰敢放肆 大理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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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只有雷公公您 能使得出这半排床 好久不见了 柳大人 我倒是不知道 您什么时候出的经啊 雷公公你在后宫师父 若知道我什么时候出的经 岂不是坏了 后庭不问朝政的规矩 那就不打扰柳大人休息了 您办您的案 我请我的人 敢为雷公公请的是谁 咱家是奉皇上之命 到泰安请一位法号德庙的上师 进京 德庙 公公 德庙上师在这儿呢 在这儿呢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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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就是德庙上师 诗敬啊 诗敬 来人哪 赶快把人给我请出来 慢着 德庙现在是犯人 我看谁敢放他 犯人 皇上要请的客人 谁敢拿做犯人 是 雷公公 当初皇上下旨时 不知道德庙是罪犯 所以才以礼相邀 如今证据确凿 当初的圣旨呢 现在就已经废了 属下自可不遵守 你 你竟敢不遵圣旨 你 你想造反哪你 雷公公 你书读得少 我不怪你 我 你大概也不知道 将在外 军令有所不受的道理 你是奉旨办事 我北斗司 也是直属天子 不用听从任何人的去世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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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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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公公 请回吧 柳随风 你疯了吧你 你大胆 皇上面前 咋家一定告你一桩 你等着 等着 得妙赏失啊 那只有 委屈您一下了 好 你等着 你等着 柳随风啊 柳随风 你真是疯了 北斗司好大的威风 连圣旨都敢不跳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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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是 难道脱困之日 季某忘了薛某吗 我说 这都快下雨了 还不快给德苗上师搭个棚子 没有柳大人的吩咐 小子可不敢 好 我使魂不动你们是吧 好 我自己去说去 柳翠峰 柳翠峰 你给我站住 柳翠峰 我说柳翠峰啊 这都要下雨了 这德苗上师 是皇上要请的客人 这下雨要是给临并了 这怎么向皇上交差呀 还不赶快搭个棚 雷公公 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 这是求车 不是花轿 犯人就应该有犯人的样子 雷公公请自重 你 你太放肆了吧 好 把伞给我 本公公亲自上去给他打伞 我看谁敢拦我 让开 走 真是岂有此理 走 走 上师 是我 上师 受苦了 您且再忍耐几日 等到了京城 皇上一开心 定然将您无罪释放 那就有劳雷公公吧 只是 不知上师所为何事被捕啊 你不知道 呃 不知上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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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杀人呢 可是 上师有偌大的神通 怎么会被抓住呢 哼 就是太岁那个小子 从中作梗 太岁 太岁 太岁是什么人 太岁算是我一个小师弟吧 您的同门师弟 他怎么会与您作对呢 这个杂家就更糊涂了 我和他本属同门 我的师父和他的师父 是同门师兄弟 后来 后来如何 那都是多年以前的事了 不过就是一桩师门恩怨 不提也罢 这怎么能不提呢 这个事关重大 这关系到 关系到上师的清白呀 清白 你不是雷公公 你到底是谁 是你 你还没死 想让我死 那么容易 可是你死 却容易得很 想要活命的话 就闭嘴 快说出我师父的下落 或许我可以饶你一命 让不上动啊 什么人 什么人 快天嗨 他几天没见 那么好的朋友就不认识了 我亲手埋的你 对对对 我知道 不过这件事 得从头说 真的是太色 你没死啊 当然是我啦 我还要跟你吵架 跟你办嘴呢 过两天 我再给你起几个新的车号 是他 就是他 你再给我起车号 我别弄死你 刘大人 这人半夜三更 在这里 拉着一个木板车猛摔 形势疯癫得很 你还是小心点 刘狐狸 说起这个木板车 那才叫可怕呢 刚才就跟着了魔 一样的向我冲过来 幸好我厉害 一拳一脚把他给踢碎了 要不然啊 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刘光姑娘 他疯了 我没疯 他们都看见了 不相信 你问他 他看见了 那你问他 他也看见了 我什么也没看见 我就看见他 抱着个木板车 我 追来 摔去的 你 好了好了 别吵了 我会查清楚的 上哪儿去了啊 小混蛋 在哪儿呢 给我出来 在那儿呢 你竟敢谋杀钦差 今天本公公让你好看 雷公公 这位小兄弟呢 是帮助本官破获一桩大案的人 打回你这件事只是个误会 误会 误会 他把本公公一掌打翻在树下 差点让耗子啃喽 这是误会吗 误会 他这是一下翻上 罪无可数 你是 罪无可数 雷公公 雷公公 您大人不记小人过 别跟个孩子一般见识 太岁这次帮我破案 立了不少功 您就看在他对朝廷有功的份上 算了吧 我向您保证 这次呢 只是个恶作剧 我回去一定好好惩罚他 让您满意 算了 咱家的仇咱家自己报 来着呢 在 把他给我带走 是 慢着 雷公公 实话跟您说了吧 其实太岁 是我北斗司的一位秘密工人 我看今天谁敢动他 好 好 你是觉得 我们内庭的人好欺负 对不对 咱们骑驴看唱本 走这桥 走 我告诉你 六随风 你说他是你的人 好 德庙上师是皇上要请的客人 如果他敢对德庙上师再有不敬 那你们北斗司就得替他顶纲 走 进屋说 你快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这话这不是换术也不是人品面具 我到现在也不敢相信 停停停停 我这是脸 不是搓一把 你这使劲搓的 你怎么回过来的 他怎么回过来的 我 我刚要问 德庙 是真的把我害死了 你把我放进棺材 埋进土里 也都是真的 所以说 你有起死回生的意囊 是 我可以说是 有不死之能 从小到大 我受伤之后 就能够很快地恢复 起初 我以为 是因为自己身体 恢复能力比较好 直到七岁那年 我因为调皮 掉进了山崖 在下葬的时候 我又复活了 师父那个时候就知道 我的能力不仅仅是受伤之后 能够很快地恢复 就连受到必死之伤 也能够逐渐地修复创伤 那这么说 你跟神仙一样 长生不老 怎么可能是长生不老呢 如果我真的是长生不老 我也不会长大成人了 我跟大家一样 也会经历中年老年 直到死去 当初听你说 你和德妙的恩怨时 我就有疑惑 以德妙师徒俩的心狠手辣 应该不会放你活着离开 而且那么多年不闻不闻 除非他们已经确定 你当场死了 没错 当时他们杀了我师父 又赐了我一剑 以为我肯定死了 但是他们不知道 除非我烧成灰 不然 我是肯定会复活的 最关键的是 当我醒来之后 师父的尸体却不见了 那师父也有不死医的吗 这绝对不可能 他没有这个能力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们这些 耍我们很好玩吗 看我们为你伤心很好玩吗 你很得意是不是 不是不是 你听我解释 我师父知道我有这个不死异能 猜到一定会有人 会觊予我这个特异功能 所以 他让我在外人面前 千万不能显露 我这才可以隐瞒的 这样的秘密 的确不应该告诉别人 如果换作是我 就算是生死之交 我也不会透露 太翠如今肯说出来 已经是对我俩最大的信任了 不对 我想起来了 上次你救我回清阳阁 我正狂话 神志不清 我确实把你打死了 对不对 祝你 对不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你这个能力怎么来的 先甜的还是后甜的 我也不太清楚 以前小时候 我师父在山上给我采了 好多稀奇古怪的东西吃 吃的最多的 就是一种叫太岁的植物 可是我师父后来也不清楚 到底是哪种食物 让我变成现在这样的 所以给你取名字叫太岁 如果真的能找到太岁这种植物 给洞明前辈研究一下 说不定就能研究出来 你到底为什么不死 你现在说的这些 是真的还是假的 与你们相识之后 除了那些性命攸关的大事 我再无任何隐瞒 你们爱信不信吧 你这个人怎么 好了好了 姚光也是好心 他把你当好朋友才会这样 你知道你死以后 他跟你办葬礼 有多用心多郑重吗 他走遍太岸所有的铺子 跳的都是最好的棺材和香珠 而且是他自己付钱 我们北斗司可付不起这个钱 你闭嘴闭嘴闭嘴 我说呢 那棵棺材啊可真是结实 我为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把它打开的 你说我倒是闷死了怎么办呀 怪我了 不怪你 我知道你也是全为了我好 这样吧 我给你道歉 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就原谅我吧 杀人不过头点地 你还想我怎么样啊 你不是有不死之身吗 让我把你脖子扭乱试试 啊 我给你 recon 我发现你的 我发现你的 你真的要有不死 我听见你什么 我发现你的 你却那天 我身边的 我发现什么 你做什么 你自己的 引起来 我来 你自己发现 你自己以车待步 天下间像我这么提提的人 你还上哪儿找啊 那个那个 你一会儿就跟薛良一个车吧 不行 我要当家 什么 没事 薛大人很随和的 你就当带个宠物吧 上去 怎么了 薛大人 你也有害怕的时候啊 你这一路啊 能和我同行 是你的信誉 我会好好陪你的 你刚才那么戏弄他 不怕他求后找你算账啊 你会告诉他吗 当然不会 虽说是戏弄 不过我也有意借此磨练一下他 这小子做事太不知轻重了 得像熬鹰似的 熬一熬他的性子 你真的想让他求你一顿 你我来说是为啥 casino他 你不相信我 你不相信我 你会害怕那些人 我还愿意 你不相信我 你不相信你 咱家可都是听你的 现在是不是也该听听我的了 好啊 雷公公您想说什么 德庙上师是皇上请的贵客 你说他是犯罪了 那也得等大理寺审了之后 才能定罪 现在这是嫌犯 对不对 对 既然是嫌犯 又是圣上的客人 那如果现在把他打入大牢 日后如果是无罪的话 咱家怎么向圣上交代呀 所以啊 现在就不能打入大牢 应该在义馆安置 日后跟圣上禀名之后 再做定罗 柳翠峰 柳翠峰 千万不能上菜的道 别把这个妖女送回去啊 放肆 柳翠峰说你是北斗司的人 你当本公公就相信吗 不想跟你多起冲突罢了 你冒犯本公公的事啊 本公公还没跟你算账呢 雷公公 大家都是为朝廷办事的 德庙是重要嫌犯 未经审判 那你就把人带走 恐怕不合适吧 你先把人交给我 日后咱家自由交代 我看谁敢动 你 天子脚下容不得你撒野 是吗 那我倒要看看 你的脑壳够不够硬了 你 闻曲 放肆 让雷远先带走朋友 大胆 你等着 你等着 雷公公 这一路上 你对我们也不错 没有刁难我们 你敬我一尺 我还你一仗 人你带走吧 六岁放 还是柳大人会做人 好 人就给咱家 你放心吧 快 快来人 把上师给放下来 等一下 怎么了 这德庙是重要嫌犯 您把人带回去 若是人丢的的话 这个你只管放心 德庙上师在我手上 如果人不见了 你唯我试问 好 我们把嫌犯薛灵押入大楼 你怎么 走吧 走吧 柳翠峰 你疯了柳翠峰 你怎么回事啊 柳翠峰 你疯了 打狗还得看主人哪 你一路上对咱家如此无礼 咱家岂能善罚甘休 咱们骑驴看唱本 走着瞧 柳大人 人犯已经押入天牢 我们也应该回去复命了 好 这趟辛苦了 不敢不敢 这办案拿人也是我的本分 何谈辛苦 大人 告辞了 告辞 快点 咱队 的 快儿 而是 你 你们就是要乖乖销祸是不是 我最终还是错看你们了 不是 那你为什么要放弃德妙 你知道他有多狡猾吗 这次把他放跑了 我们下次去哪儿抓人哪 他是不会跑的 你是什么人 你说有木板车攻击人 保护了德妙的事情 是真是假 你到底是什么人 为什么会了解那么多事情 你先回答我的问题 当然是真的了 我这个人要是说谎 都变不出那么离奇的故事来 能自动攻击人的木板车 又是何人所造 他为什么要保护德妙呢 这个人一定不同凡响 如果他是单纯地保护德妙的话 那他早就该下手 更该把人救走 救其命而不救其人 这背后又有什么样的打算呢 这个 年轻人 如果把德妙看得太紧 或者现在就把他给杀了 那么这一切 就不会有机会了解清楚了 说得也对啊 要想顺藤摸瓜 就必须放虎归山 只有虎入山林 我们才能看到 隐藏在山林深处的那个 为虎作仓之人 你究竟是什么人啊 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想知道啊 想知道就跟我来吧 他是谁啊 想知道真相就随我来 老婆婆 好酒啊 好酒啊 那 掌柜的 你有没有看到一个男的从这里经过啊 老夫刚喝了二两老酒 正犯困的 哪见过什么人呢 原来是你 你来得正好 这 荧光前辈 这是太岁 太岁 这是我们北斗司复房御史 荧光行星 你究竟是怎么弄的 这不是幻术啊 这幻术呢 可以影响一个人 也可以影响一群人 但是呢 无法影响所有建造你的人 但是 我可以 这益柔术啊 足可以遗假乱真 怎么样 我就说过我们北斗司 人才极体吧 小伙不错 行吧 跟我到北斗司坐坐 怎么样 走了 请 这个地方就是太简陋了 上师 您先委屈一下 回头 带我进宫秉宁皇上 定在为上师另择地方安置 好 多谢公公 等等等等 黄承司 黄承司 不对啊 你们说你们是北斗司的人 带我来黄承司干什么呀 你说你们 这位前辈 你怎么又换了一副模样啊 黄承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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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架设于黄承司之内 如此方才隐秘 这位前辈他究竟有几副面孔啊 隐光前辈精通一绒朔 哪有几副面孔 就跟他准备几套行头 几套面具 不对啊 那你们平常都怎么认人呢 隐光前辈想让你认出来的时候 你自然就认出来了 我们北斗司 自有一套认人的暗号 只要与隐光前辈事先约定 他打出暗号 我们便知道是他 走吧 谁在这种江湖不曾有过放肆 谁只在我的梦中过去往事 如梦如幻影 如我只剩若倒影 谁管我们是否只剩红尘就此 谁推肯拿上空门朝朝无知 如梦如幻影 如我转身离断青丝 我转身离断青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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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转身离断青丝